新竹市长高宏安 涉嫌诈领助理废案 那么被台北地方法院 以贪污治罪条例 判高宏安7年4个月的徒刑 耻夺公权4年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是 龚卫文 这个是王宇文 也就是他的助理 唯一为不认罪的 他在这个判决出来的之后 因为我们来看 龚卫文他自己也被判2年徒刑 缓刑5年 那他在被判决之后 写下了签字文 直指人比鬼可怕 那么同时呢 他其实在1月份 这个龚卫文就已经有发长文了 里面的提到这些片段 其实我当时还有点印象 他指出当时的状况 我的辩护律师 后来为我厘清一些症结点 但检察官反而更大声的反驳 甚至激动说出 我们不要录影了 我们不要录影了 这时候我的律师连忙说 没关系 不用 请继续录影 那么之后我们继续 针对案件的本身讨论 但检察官就非常坚持 而且表示起诉书都已经写好了 其他人都认了 只剩下看我要不要认而已 我的律师有点半无奈 也半赌气的说 既然起诉书都已经写好了 所以决定起诉是上级的意思吗 没有想到检察官居然理直气壮的回答 对上面指示一定要起诉高红安 一定要起诉你们这些助理 王宇文表示 这句话我真的这辈子都不会忘 我当下真的觉得好荒谬 我是杀人放火 出卖国家贩卖军口 还是涉入军舰弊案 或是轻负政权了吗 原来不用管事情真相 就为了高红安 要把我们这些无辜的助理都牵进去 那我多说什么都无意 一切都不重要了 因为上面已经指示了 好他里面还提到 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还专门买了一杯美式咖啡 请热情拜访我们办公室 而现在专门在政论节目 黑我们的某评论员喝 我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说人比鬼更可怕 我们看到王宏威委员直接就翻出来 光是高红安案 就有四位司法人员升官禁绝 官运亨通 他说司法权一旦去为执政者追杀政敌 再也党公信力只会荡然无存 为党办事关于亨通 不顺党义拔权贬官 哪些人呢 包括我们看到郑明迁 之前从北监检察长 现在是法务部长 卢慧山检察官 现在也是高升新北地检署 主任检察官 许慈健从副主任升到科长 廖建杰从台北地医院到台中高等法院 所以这个这么直白 已经这么赤裸裸 就是要弄死高红安 宇轩 第一件事 他说某评论员喝咖啡 各位不是我 我从来没有去过王宏办公室 跟我没关系 那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你这当中出现出王玉文这个人 因为他也是台大毕业的 工卫系的嘛 他真的是政坛小白兔 我坦白讲 因为他字体行间里面 所阐述的很多东西 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可以这样子 这个政坛怎么这么黑暗 这个社会县市怎么会这样子 不知道就没办法 政治就是长这样子 你不能再期待更多了 对不对 政治就是这样 那我反而好奇的就是说 因为今天王玉文他以一个台大工卫系毕业 结果他去高红安办公室 他一个月我看到那个薪水我都吓一跳 他领4万2吧 4万6吧 很少 我们这边很多记者都领的比他还好 我们这边还是网路电视台 对不对电视 以前在我们还有没被下架之前那个 都全部 不胜枚局都比他还多 那我的想法是说因为王玉文年纪也比我大 他大了好几届 结果他去当那个助理 然后只拿了这点钱 然后后来看到他的贪污金额 然后好像400块600块吧 466 就印兜出来的 就是印兜出来的 印兜的啦 因为他那时候有跟检察官解释过 跟检察官跟法官都有解释过嘛 就是说他还包括含健保不含健保的问题 所以他4万2不一定是实领 可能当中有差几百块少几百块 然后检察官的意思是说你在做账的过程当中 你只要差比如说我因为健保费跟劳保费的关系 比如说千万姐我们讲说我薪水五万八 我薪水六万二 那请问一下你的薪资账户所得拨借的时候真的是六万二吗 不是 他可能是619XX或者是620XX 就是那个劳健保X的东西 结果检察官跟法官把那个东西抓出来 说不行你这个就叫福报 所以我要给你判刑两年 缓刑五年 这是没硬啊 那你说就正常的逻辑来讲的话 你会百事不得其解啊 这到底在搞什么 这哪算什么贪污啊 你今天要办高文安 我想高文安这个东西我们还可以讨论喔 因为高文安是不是有洗头买东西 搞一些有的没的嘛 他有一大堆有的没的嘛 很小我知道 但是有嘛 但王英文今天完全没有啊 所以他当然觉得莫名其妙嘛 但你也不用莫名其妙为什么 因为有句话他讲错了 我是有杀人放火吗没有 你有出卖国家吗没有 你有贩卖军火吗没有 涉入军舰弊案吗也没有 或是颠覆政权吗对颠覆政权 你讲错了你颠覆政权了 你们如果不要去显星逐室 把林志健就通通都没事 谁理你啊 谁理你嘛 今天你们做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你颠覆了 蔡英文的爱将的政权 那你把林志健颠覆了 郑运鹏也落选了 沈慧弘也落选了 郑文燦他也挂了嘛 如果原本各位 我讲这个都是连环报 我其实百事不得其的说 为什么一定要自高丸与死地 你懂为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高丸是没有赖心得的 我再讲一次没有高丸是没有赖心得的 我现在举例给你听嘛 林志健选上了 或者是说林志健被换掉 叫郑运鹏选上了 桃园保住了 新竹市沈慧弘也保住了 那请问一下 桃园新竹 遇到这么大的风波 最后他也保住了 那个时候苏貞探有讲喔 啊 阿尔阿尊买来要选总统 孙商讲的啊 这种人可以选总统 那你觉得蔡英文会让他选 还是让赖心得选 再搞一次 我跟你讲 所以高丸丸是 让赖心得成全他的一个恩人 然后往死一打 但他确实是颠覆政权 因为这整个案件发动喔 各位你不要误会了 你要把时间往回推喔 从检调那个时候是 哪一个政府在追杀他 其实从蔡英文开始追杀他嘛 那我跟各位讲喔 那现在法官为什么这样判 那理由很简单啊 你看一下下面这些人 我跟各位讲的没错啊 官运亨通啊 因为各位你现在你知道 为什么检察官各地 我跟你保证喔 烽火骗起 法官绝对都完全 每个都给他判下去 大家会揣摩上意嘛 大开杀戒 大家会揣摩上意 就是说 我现在知道要怎么样升官了嘛 这个模式已经出来了 那是不是如同 王玉文讲的 哎呀我律师很无奈起诉 是上级的意思吗 我跟各位讲喔 这个上级指的是 那个时间点指的是谁 那个时间点指的是蔡英文嘛 因为王玉文就是很早以前发的嘛 他讲这句话是蔡英文嘛 但现在这个是不是 我讲现在这个不是喔 现在这个是赖心得喔 就是从政文燦事件之后 这些法界人士分辨观察到一个重点嘛 我只要办大案 政治性大案 我就能够鸡犬升天 办下去了 反正我地方法院啊 各位无所谓的 高院还会在审 所以这个不是最终定验啊 对 他不用负权责任啊 他内心的压力不会那么大嘛 反正你再上诉就好了啊 你没差 对不对 当然会举行这样派下去嘛 那我访问一件事情喔 检掉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理解嘛 郑明谦嘛 就赖心得的人嘛 法院是怎么回事啊 法院的时候地方法院不是还跟高等法院 一来一往的对不对 台北高等法院跟桃园地方法院两个在那边 一来一往一来一往的 很奇怪啊 那我就讲一个重点好不好 法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宪法法庭 你不要忘了 大法官都是这些人的长官喔 司法院他是一脉相承的喔 大家都说我便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ES Low Your Ca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